國軍的戰術背心上面都會加裝一個抗彈板 來抵抗部槍的子彈 現在就有民眾一次把軍備局攻發的抗彈板 帶到了國外去實彈射擊 究竟結果怎麼樣 帶你來看 民主黨新北市議員林秉柚 在美國測試抗彈板效用 分別用了SKAR T-GO-1 AK-47三把槍 使用762和556口徑子彈 在15公尺遠的地方射擊 測試 結果揭曉 板子雖然沒有穿 但專家強調擋子彈不難 抗凹陷才是重點 現行國軍抗彈板合格標準 根據NIJ STD-0101.04規範 尤尼凹陷深度需要少於44mm 但這規範也早已是22年前標準 影片中還提到所使用的槍枝都是短管型 事後林秉柚在臉書發文說東西來源不用問 這抗彈板雖然合規 但不能有效保護士兵 目的也不是打擊國軍士氣 至於這抗彈板來源以及測試結果 國防部截稿前任務回應 這位是NIJ STD 台北上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並且彼此為何欣賞